我个人认为 那么整个中国小粉红跟中国共产党 从来没有针对单一人士说 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国家 从来没有轻轻放下的 没有 只有他 只有黄仁勋 你知道吗 那这个已经不是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 胡总编突然之间 那么一个人炮打整个中国 为什么 因为整个中国大家 因为小粉红都讲了嘛 这件事情就算了 你知道吗 小粉红 这件事情就算了 就放下 你知道吗 就放下 为什么 因为只有黄仁勋 可以抵制你中国晶片 AI晶片也开什么玩笑 你们的机器人 那个机器狗会动 还要靠黄仁勋 我讲坦白的 所以 他们不是在示范那个机器狗吗 中国最近在示范那个机器狗 对不对 那我个人认为 胡锡进会突然间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 我蛮了解老胡的 为什么 他最近这退休了以后 投资股票都失败 赔了好几百万人民币 你知道吗 他一定没有买 挥达的股票 撑到现在 他如果有撑到现在 我那天听到 我们三立一个主播 也有买挥达股票 是哦 但是他六百多的时候 已经卖掉了 所以你有撑到现在 老胡如果撑到现在的话 他一定不会讲这种话 他一定会等 初清的挥达股票 以后才讲吧 不过呢 那么 胡锡进这种 并不是在中国里面 是主流的相关 他已经不是主流的 相关的发言了嘛 所以他才 继续讲 我们现在就看 胡锡进会不会 会不会这样子 整个渲染上去 不会的啦 那么你要知道 那个谁啊 那个黄仁勋 他在台湾 陷起这么大的旋风 我好像这两天 有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是谁 在网络写了 漏漏灯一片 骂那个嘛 骂黄仁勋 看不起台湾人的文化 对吧 看不起台湾人的 黄仁勋 都去夜市的 吃夜市是怎么了 我们喜欢吃夜市 我爱吃 蚵仔煎 我爱吃 炒豆腐 我爱吃 蚵仔米酸 对吧 我们母爱吃 爱吃那个 那个那个 地瓜球 这不是台湾人的日常吗 对 这不是我们的日常吗 对吧 我说胡椒饼巴 这有没有 为什么黄仁勋 回台湾 好不容易回台湾一次 你告诉我 不好意思黄仁勋 你要去吃 西餐 吃鱼白 吃鹅干酱 莫名其妙 一回来就是 要吃它想吃的东西 因为它小时候 就在这里成长嘛 对不对 你到国外去 欧洲绕鱼圈 一个月回来 第一件事情 当然是赶快跑到夜市 去吃这些东西嘛 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 等于说 不忘的一个听信嘛 而且苏之锋 苏之锋今天回台南 他最想吃的 就是蛋仔面 台南小吃嘛 就很简单 这是人的一个个性嘛 这个文化部分 不会因为你吃好一点 吃餐厅吃什么 还说他为什么 都不去看美术馆 不去故宫看什么 对对对 天哪 我不知道多久 我已经好几十年 没有去故宫了 难道我就比较没有文化吗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们应该比较高兴 比较高兴 那不是这样 人家有小飞机你有吗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嘛 所以知道嘛 他有钱 还没有够一块开台 爱他出生的这个家园 家乡啊 还敢讲出台湾 是一个重要的国家 听到我说一句 来信仰就好 送啦 好 我们要来看 因为刚刚一直提到 卡提诺黄新闻 这是黄国昌老师的 郑重推荐 没错 看他 我们来看卡提诺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AI教父一日行程 把黄仁勋跟网红小玉 做对比 然后就列出他们 这个我要请教一下千惠 卡提诺 小玉跟黄仁勋 就怎么样想 可以把这两个人 兜在一块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样的做法真的很low 不觉得吗 就是说你怎么会把那个 现在你那些AI教父 然后去跟那个 用那个AI怎么 我们氛围变脸的 而且现在最近要被抓去关了 对对对 他已经进去关了吧 但是因为刚刚那个 外媒记者朋友有说吗 大家都不认识卡提诺 所以我觉得根本也不用 需要讨论这个媒体 因为这个媒体呢 只有在黄国昌的心中 是一个那个 非常好的媒体 都不如经济学人 但是我们其他一般人 好像不会这样看这个媒体 但我觉得 大家回过头来看那个 黄仁勋这次带动的一些风潮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说现在大家已经表达比喻 为是科技界的一个泰勒斯吧 他这次到台湾来 包括说他身上穿什么衣服 就他那件皮衣 大家都在讨论 很热呢 对 为什么穿得住 里面是不是有什么 AI的那个秘密武器在里面 不然是AI的 我也穿在那里 我也穿在那里 有在讨论这个 他所到的地方 比如说那个吃了夜市 美食啊 小吃啊 大家都会做成个地图 想要去追寻那个 AI教父吃了一个地方 你知道现在网络上来讨论什么 什么 现在讨论说 黄仁勋这样子长得 这样子的男人帅不帅 帅啊 帅啊 对 他这样长相 帅不帅已经被别人讨论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黄仁勋这次带台湾 又来到台湾带动了一些风潮 那我觉得这次黄仁勋到台湾 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让世界都知道台湾 你知道吗 这次他在台大的一个演讲 他秀了这张地图 对 我觉得这张地图 非常的有意义 就是说你看到吗 就他只有两个颜色 绿色跟灰色 可是台湾就是绿色 跟欧美其他国家都绿色 但灰色只有两个地方是哪里 就是中国跟非洲 不是非洲 不是非洲 不是非洲跟俄罗斯 对 其实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其实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 跟一个独裁国家 这样一个区别 所以那个图 不是说民进党统治了 大多数的地方 不是啊 都立得啊 美国也是民进党的 我想这都是特意啊 当然不是啊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黄文勋这次来 就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 很大的意义是什么 就说其实对中国 一直对台湾 一直就是那种文攻武 和一直想要统战 你又干嘛 对 所以之前在560之后 他就逼了很多艺人表态 比如包括五月天 然后五月天告诉你 对啊 我们要吃什么北京 加要干嘛 但黄文勋一来就告诉你 我要吃台湾小吃 台湾夜市 顺势就把这个事情给 就是抹掉了 就不会有人在讨论 管理五月天的表态 那老公有在讨论 那老公不是都白做狗 对啊 就很伤心 所以你就看那些小粉红 其实我觉得小粉红 真的也很弱 真的也不太敢 小粉红很懂 直接开脚 你马上被出征哪里 他说沉溺 你敢出征 他都不敢骂黄文勋 他敢骂什么 他都不敢骂 连胡锡进都骂了 那个讲的什么 都有轻飘飘的 对啊 那小粉红还说 没关系啊 黄文勋我就忍忍吧 就忍忍就让他过了吧 忍忍这件事就算了 对 你就知道为什么小粉红不敢骂 你知道最近有 前几天有个新闻 就说那个什么 灰达 微软跟苹果 所有的总市值 是超越了中国的股市 是不是 一个灰达就占你中国的三分之一 所以你觉得小粉红 他会说中国敢出手 骂黄文勋吗 就不敢 不敢嘛 而且你想想看 在中美贸易战之下 现在中国的晶片 需要的晶片 全部都是现在都被管制 对 那他们的那个晶片的那个制造的那个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落后了 对 那你怎么敢再去骂灰达 而且你知道中国还有个公司 他去囤什么 囤灰达的晶片 囤灰达的晶片 他十年之内买了四万个灰达的晶片 要来继续用 所以你觉得 你觉得这样中国敢骂黄文勋吗 要囤都来不及了 我还骂你 囤我都来不及了 对不对 了解 而且他们都会采用一种 因为被美国发现 美国就挡嘛 对不对 然后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要绕道 不好意思 你连绕道 现在美国都要挡 都不给你机会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说黄文勋 黄文勋的炫风 不是我们自己讲 我们在座就有陪证团 台大的学生 因为黄文勋是有到台大演讲 对 当时你有没有同学 有去参加这个演讲 那因为透过媒体 我们看到很多画面是 排队的人潮很长 而且那天还下雨 那你那天大概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那天就是 台大有个交流板 然后我们那个交流板上面 就有在讨论说 那天怎么那么多人 然后可能那个 我有朋友是po现实动态 就是说他排在 那个台大体育馆 外面排很长 然后就只为了要进去 听他演讲 那之后黄文勋过几天 还有再来台大的学生餐厅 然后我记得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同学跟我说 学生餐厅整个塞爆 真假的 对 整个塞爆 那个学生餐厅不是很大吗 那塞爆 然后大家还会跟他拍照 那我自己觉得 黄文勋带给我们台大学生 或是现在年轻人 最大的一个启发 就是他的成功 其实是可以 他可以身为台湾人 而且他很成功 他不必去依靠谁 或是不必去听谁说的话 那他始终不忘本 就是他是台湾人 所以他回到台湾的时候 会很自豪地说 我是台湾人 然后我说台语 然后也很喜欢台南的小事 我觉得这就是黄文勋带 给我们年轻人的那个 那现在在台大 比如说在校园里面 大家对于 因为他其实那场演讲 我有听 他其实还蛮专业的 这样花了很多篇幅 在讲很专业的东西 这个东西在整个校园 是有掀起一波讨论吗 还是大家有什么样的 后续有怎么样 再继续关注吗 有 我自己身边朋友 我自己也有上网看那场演讲 那虽然里面很多术语是蛮专业的 不过我们大家就会开始讨论说 那AI真的是趋势 我们会去讨论黄仁勋里面的用语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以后要怎么学习 又或者是讨论黄仁勋自己的演讲魅力 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了解 了解 那想请教一下达尾 因为这一次包含了除了黄仁勋 还有包含苏之峰 还有其他科技业的巨头 哇 都来到了台湾 那外媒是不是有特别 在这个礼拜有特别关注台湾 因为我看到有外媒直接说 台湾就是接下来的戏顿 是真的这样吗 其实外媒都非常地关心 这次的Computex 就是有看到很多 外媒记者朋友的限动 就是都是在现场 都是在听黄仁勋的keynote speech 那我好像有提到 刚刚另外一个来宾 有修那个地图嘛 世界地图 那黄仁勋当天 其实有修另外一张地图 是台湾的地图 那上面有 46个台湾他们的一些 伙伴 伙伴 供应链的其他的 这是名牌 对 还有16说大学在上面 其实他要表达的是 台湾其实整个 这个AI的ecosystem 其实台湾是在全球 是不可或缺的 那我觉得这个给台湾 很多的一些信心 像你刚刚所讲的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外媒也是越来越重视 就是台湾作为一个 科技的重镇这个部分 primary program的 是个人是一个 非常高兴 是一种